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月影 要说女人最怕遇见什么事情 那么一定就是嫁错人 要知道,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生命 嫁得好,那么自然是生活幸福,无犹无虑 嫁不好,那么注定一辈子吃苦 甚至有可能孤苦无依 反骨高且鼻子低的女人,因缘不顺吗? 反骨高且鼻子低的女人,情伤非常的高 她们善于处理自己身边的人际关系 也善于处理好身边的人情事故 不管是做什么事情都非常的讨人喜欢 在感情上面,她们懂得去维护,也懂得去付出 她们的努力会得到好的回报 感情自然也会进展得十分的顺利 反骨高且鼻子低的女人,感情运势是很顺利的 她们的一生很少会遭遇挫折 特别是在感情上面 就算有一些小挫折,很快的也会过去 她们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 就能够遇见自己的意中人 也能够得到彼此家人的认同 只要走进婚姻,那么之后的生活都会很顺利 反骨高且鼻子低的女人在感情上是比较主动的 她们不喜欢等待 只要是自己喜欢的,那么就会勇敢的去追求幸福 她们会牢牢抓住来之不易的感情 并且会格外的珍惜 就算一开始感情不顺 但是很快也会变得好起来 生活也会变得越来越顺利 感情也一直很好 反骨高且鼻子低的女人是比较有心计的 但是她们却没有什么坏心眼 绝对不会因为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 在感情上面,她们很懂得如何去维护 如何去抓住对方的心 并不会受情绪的控制 反而能够很冷静地去思考自己需要什么 姻缘自然不会太坏 反骨高且鼻子低的女人 姻缘并不是很坏 相反,她们的姻缘很好 能够顺利地遇见那个最适合自己的人 然后开始一段美好的婚姻生活 但是她们的好生活 很大一部分也是自己努力得到的 毕竟她们对待感情真的很认真 也非常努力地去付出自己的全部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注我,和我一起传承祖辈文化 我们下期再见